大家好,這個是本公司銀聯中標珠寶的網頁 裡面也有一些標題 如果你按中標的欄會有不同牌子 我現在就按了進去,就是Carven Madam Carven的Carven,其中一隻 我們現在特價 500元起,但有些是1200元,有些是1400元 1200元那些比較貴 那些比較貴的款,Cornel那些就1200元 那如果普通一般的皮帶或者鏈帶 有些是很划算的 有些潛水那隻都是買500元,其實真的不應該 潛水那隻我覺得 應該要買貴一點,沒理由買500元 普通皮帶款又買500元,鏈帶又買500元 那隻潛水200米又是500元,有沒有搞錯 那今天就介紹這隻,其實不是介紹這隻的 那這隻定價就4400元 那現在呢 全部 就是叫蝕本價來買 就500元 如果你有興趣呢,就直接WhatsApp我就可以了 那不用有勞寫字流同事了 你直接用這個WhatsApp 去WhatsApp我去買就OK了 那價錢是一樣的,就門市交收更好 咦,但是呢 我 我前幾天 上網 都是crown一下本地的網站 就發現到一件厲害的 原來有隻Car Fund Bill 在賣一萬多元,我給你們看 正所謂呢,就有圖 就有真相,我全部是CAP圖來的 那左邊呢,就是本地的 某個網上的平台 那有很多標的,其中一欄就是Car Fund 那它又不是很多款的 那只有一隻,但是這個款都不是特別好賣 其實基本上 那但是就驚為天人的地方,就當然有價錢 就寫著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 那一定不會是工價 原因就是,工價呢 就不會九十九的 通常是 就是 多少美數的 那和現在的工價 都不會說幾十元的 全部都是 即你有幾可見到工價是 即是三千九百 二十元的 很少的 即是 這些 現在不玩這些的 通常都是 以一百元做單位的 那還九十九 真是 那真是招了 那可能搞錯了 但是我都 猜不到它為什麼會搞錯了 第一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基本上又不會 寫多過一 因為它的工價應該不會是 五千二百九十九 估不到 也不會是 後面多過九 因為 也不像是 一千五百二十九 總之是想不明白 總之 唯一一個解釋 就是 它的可能是雙金 那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如果你那隻是雙金 那我那隻是全金 Size 一樣 都是三百一二八 都是三百一二八 我的是 G 有隻 Gold 工價是 四千四百元 合理啦 整隻 即是 包金 這樣 那 立时装标来计有些折是合理的 其实$4400其实是颇贵的 应该是有些折的 但是 超公价来计 我就真的不懂得玩 右边的网站就是银联中标 如果你对这只标的兴趣 请联络我 只是收你$500 可以loadcard 但是逆向思维 反过来想 其实可能 不排除 我们 是卖得太便宜 但是 我可以说 我可以带上去的 我可以带上去的 我可以带上去的